先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欢迎收听阅读茶坊。 我让宁玉扰在地上跪了整整两个时辰。 她在外面跪着的时候,路景就坐在我身边, 拿着吊羹亲自为我喝下一口桂花羹,连看都未看她一眼。 外面的日头毒辣,宁玉扰终究还是没撑住, 冬的一声倒在了青石砖的地面上。 她的婢女小桃在旁边哭着求情, 路景却只是冷冷说道, 长嘴,你吵到夫人了。 她神色漠然,像是全然不在乎宁玉扰的死活, 可我却看到了她握紧的手上抱起的青筋。 姨娘,姨娘她吐血了。 小桃惊恐的声音在外面响起, 屋内,白瓷茶盏从路景手中滑落, 在地上裂成了无数碎片。 路景终于失态了。 她冲了出去, 蓝腰抱起了已经晕过去的宁玉扰, 匆匆离开。 傍晚时分, 路景带着满身的沉郁之气, 回到了我院中。 玉扰她, 快死了。 大夫说, 她的身子撑不了几个月了, 今天这么一跪, 身子直接垮了。 她仿佛只是为了告知我一生, 又仿佛对我有些气, 却不好发作。 等我来到宁玉扰的住处时, 她正被路景抱在怀里。 夫君, 我不想死。 宁玉扰的小脸, 埋在路景的肩头, 泪珠不断地滚落下来。 她这副柔弱的样子, 其实跟我一点都不像。 路景将她抱得更紧, 哑着声音。 是我的错, 我当初不该那你入府, 又如此对你, 否则你可能也不会。 切不后悔。 宁玉扰急切地打断了她, 又咳了起来, 咳到嘴角染上了血迹。 妾这一辈子最快乐的时光, 就是跟大人在一起的时候。 大人, 妾没有多少日子可活了, 求您多陪陪我, 不要让我孤零零地走, 好吗? 好, 我答应你。 我在门外看着这二人紧紧相拥, 狼情切意, 心里生出一股巨大的荒唐之感。 所以宁玉扰要死了, 陆景才恍然大悟, 他早就已经没再把她当作我的替身, 而是真正爱上了她吗? 旁人都说, 陆景把宁玉扰当作我的替身。 郑主回来了, 替身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可是只有我知道, 在我离开的那几年, 有些东西已经变了。 我和陆景的相遇, 像是画本里的故事一般。 宴会上偷偷溜出来的少女, 无意中就下了被推下水的不受宠数字。 从那之后, 我和陆景就私底下偷偷见面, 也愈发明了彼此的心意。 只是后来陆景想求娶我, 我却告诉她, 我要离开京城去往江南, 可能好几年都不会回来。 我还记得当时陆景满眼恍然。 她说, 宋九九, 你不要我了吗? 她握着我的手不放, 故意装得凶狠, 咬牙切齿道。 宋九九, 除了我, 你休想嫁给任何人, 我会一直等你, 你不嫁我, 我不会娶任何人为妻。 少年的爱意, 炙热又直白。 我永远都记得陆景的这句话, 和她当时的眼神。 所以, 在江南的那几年, 不论是鸣枪还是暗箭, 我都咬着牙撑了过来。 我离开京城三年后, 陆景金榜提名, 成了炭花狼。 从一个不受宠的树子, 摇身一变, 成为朝堂上前途无量的少年俊艳。 我刚回京, 她就立马上门求亲。 她说, 久久, 我和碎碎都很想你。 碎碎是陆景送给我的小狗, 作为我救了她的回报。 我离开京城时, 把她还给了陆景。 虽然很久没见, 碎碎并未忘记我。 她毛茸茸, 胖蹲蹲, 仿佛不知该如何表达对我的思念, 用湿漉漉的黑色小鼻头拼命往我手心里拱, 短短的尾巴快要摇出残影。 我脸上的笑意, 却在看到碎碎脖子上系着的小坠子凝住了。 那是一个小小的阴落, 一看就是女子所编, 陆景的视线也落在了那里。 她一正, 倒是没有瞒着我。 这是玉扰座的, 她入府后经常陪碎碎玩耍。 我静静地看着她, 预扰是谁。 陆景, 如果你喜欢上了别人, 我不会纠缠。 我没有喜欢上别人, 只是预扰她, 有些像你, 久久, 我只是太寂寞了。 陆景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 可又紧紧抓住了我的手, 言语中怒气夹杂着金黄。 宋九九, 我说过我此生非你不娶, 我从来没有碰过她。 你若是厌恶预扰, 我立马把她赶出府。 宁预扰, 只是陆景的妾室。 她的家世十分普通, 只是个落魄秀才的女儿, 但是容貌跟我有几分相似。 都是她狐媚勾引, 大人不过是顺手救了她, 就恬不知耻, 缠上了大人。 大人不过是看在她有几分像小姐您, 才把她留在身边。 旁人都是这么说的。 如陆景所说, 在成亲前, 她给了宁预扰一笔不菲的银两, 放她出府。 虽然陆景从来没有碰过她, 但到底名义上已经是陆景的人了。 所以连伺候她的下人与宅院, 陆景都安排妥贴, 生怕她离开陆府后无法生活。 我和陆景成亲的那晚, 陆景掀开我的盖头, 目光灼灼。 她说, 久久, 这一天。 我已经等了很久了, 这一天我也已经等了太久, 我红着脸颊, 与陆景喝下浇杯酒。 成亲第三天, 陆景陪我回到宋家, 拜见我爹和后母。 他们在前院推杯换盏之际, 后母在后院还赐了我几句。 久久倒是心思缜密, 独具慧眼, 幸好当初我没拦着你私会男子, 否则现在还攀不上这高知呢。 回门宴后, 我和陆景才刚踏进陆府大门, 陆景的随从附在他耳边说了句什么, 他的脸色大变, 找了个借口匆匆离去。 陆景把宁玉扰带到了我眼前我才知道, 是宁玉扰自尽了。 他看上去单薄, 娇小, 完全能够激起男人的怜爱之情, 瑟瑟发抖地跪在地上。 夫人, 我没有非分之想, 我已经没有地方可去了, 哪怕您让我当个洒嫂仆役也好, 只要让我留在府中, 远远看上大人一眼, 我就知足了。 我说, 我朝风气开放, 女子也可利护经商, 承袭家业, 何必委屈自己没入奴籍, 你若是愿意, 我宋家商行可以帮你。 宁玉扰却哭得更厉害了。 夫人, 求您可怜可怜我, 不要赶我走, 没有大人, 我活不下去的。 我还记得当时我没有说话, 看向了陆景, 他却别过眼, 躲开了我的视线。 我回到主院后, 觉得左肋有一丝疼痛, 皱起了眉。 递女们赶紧迎了上来, 夫人, 身子可有哪里不适, 要不要喊大夫过来看看。 我摇摇头, 不必大惊小怪。 更何况, 现在方圆十里内的大夫 只怕都被喊去了宁玉扰那里。 第二日天蒙蒙亮的时候, 路景来了, 她的眼底清黑, 似是一夜未睡。 我迎上去, 宁玉娘怎么样了? 我曾经在江南认识了一个极其高明的大夫, 可以让她来看诊。 陆景却突然发怒了。 她盯着我, 宋九九, 预扰一向不都是你的眼中盯吗? 她死了, 你应当开心才是。 我没有说话, 只是看着她。 陆景像是完全没察觉到自己的失控, 她继续道, 我公务繁忙, 顾不上她, 可你是这后院的主子, 玉扰已然病入膏肓, 你敢说, 你一直没有察觉到吗? 可是夫君, 是你亲口说过, 宁玉娘喜欢装病妖宠, 不用理会。 此话一出, 路景愣住了。 紧接着, 她脸上浮现出了深深的懊悔之色。 那天, 宁玉扰的苦苦哀求并没有打动我。 在江南的那几年, 我不说练就了一副冷硬心肠, 至少面对这般身份的人, 我也不可能远了她。 可是陆景为了她求我了。 她说, 久久, 从始至终, 我都只爱你一个人, 可是玉扰确实是我犯下的错, 就当我补偿她, 让她在府里养着, 我绝不会看她一眼。 这是陆景对我许下的第四个承诺。 我答应了。 后来陆景确实是做到了, 满心满眼只有我, 对宁玉扰视若不见, 更不会让她来打扰到我。 可是半年前某天晚上, 宁玉扰差人过来说自己心口痛, 想让陆景过去看看她。 当时陆景正在跟我下棋, 文言有一丝交集, 可又被她按捺下去, 故作不耐烦道, 病了就去找大夫, 我又不会治病。 可是后面她就一直心不在焉, 连输了我好几局, 最后撂下一句我去看看, 还是去了。 只是这样的招数用多了, 陆景也有一丝不悦。 更何况, 她还要努力向我证明, 抑或是说服她自己, 她并没有变心。 所以她对宁玉扰的态度愈发恶劣, 直到这次宁玉扰胆大包天, 给陆景的查理下了药, 让陆景留宿在了她那里。 第二日, 陆景震怒之下, 把刚成宠不久的宁玉扰, 喊到主愿, 让我发落。 我只觉得可笑, 便随口道, 那就跪上两个时辰吧。 陆景不愿意面对, 除了娶我为妻之外, 她对我许下的诺言, 都失信了。 所以她怪罪到了宁玉扰的头上, 放任我惩罚她。 陆景也不愿意面对, 使她把宁玉扰的求助 当成争宠的手段, 眼睁睁看着宁玉扰受罚, 促使了她本就破败不堪的身体, 更快地走向毁灭。 陆景找遍了城中 所有医术高明的大夫, 甚至冒着被政敌构陷的危险, 向皇上求来了太医, 为宁玉扰诊治。 所有人都告诉了陆景同样的结论, 宁玉扰的病治不好了。 我在一旁看得分明, 陆景已然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 那天午后, 陆景抱着她, 坐在了湖边的凉亭内。 我远远地看着, 宁玉扰苍白到近乎透明的脸上 露出了一抹笑意。 她跟陆景说了句什么, 陆景在她的额头上轻轻落下一吻。 我看着面前的那片湖水, 思绪飘回了我和陆景的第一次见面。 我还记得那天晚上, 在我的奋力施救下, 她终于吐出几口水, 一边咳嗽着, 一边睁开了眼睛。 那双眼睛可真好看啊, 同仁漆黑, 睫毛如鸭语一般。 她脸上满是感激与清暮, 有些羞涩地问我的姓名, 是哪家女郎。 我想, 陆景应当对我没有半分情意了, 否则她为什么对着当初那片湖水, 还能心安理得抱着另一个女人呢? 我回京后, 也慢慢拼凑出了陆景和宁玉扰的故事。 宁家去寺庙上香祈福, 却不幸遭遇劫匪, 幸而路过的陆景出手相救。 仙衣怒玛的少年郎, 从此就刻进了宁玉扰的心里。 此后, 不管陆景如何冷淡, 也不管旁人如何议论, 宁玉扰都一改往日地怯懦, 大胆追在陆景身后。 到后来, 陆景也不过是让她入府做了个妾, 她却甘之如疑。 我没有告诉陆景, 成亲之前, 宁玉扰来找过我。 她看了我一眼, 只是一眼, 便恍然大悟, 眼中蓄满了泪珠。 原来她喝醉后, 对着我喊的那两个字, 是夫人的闺名,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可现在不一样了。 我读得懂淳语, 所以我知道宁玉扰在陆景怀中问的那句话是什么。 夫君, 这些年, 你可有过片刻, 没有把我当成夫人的替代品。 而陆景给了她想要的回答。 我向陆景提议, 她这段时间可以搬到宁玉扰那里陪着她, 不必回主愿。 久久, 你不要闹了。 陆景揉了揉紧紧皱着的眉心, 语气冷肃。 我只是想补偿她, 你是我陆景的正妻。 她悦不过你的, 更何况, 预扰她活不了多久了。 这段时间, 陆景已经说过很多次, 宁玉扰快死了之类的话, 每一次她的语气中, 都夹杂着深深的懊悔。 是后悔没有珍惜那个这几年真正陪在她身边的人, 还是后悔, 直到注定失去, 才幡然醒悟她真正爱的人是谁。 我又一次提出了, 可以让柳十亿来为宁玉扰诊治。 柳十亿是江南一带颇有名望的女医, 医术十分高明, 活人是注定争不过死人的, 所以我不想让宁玉扰就这么死了。 一开始陆景并未同意, 似乎生怕我要加害宁玉扰一般, 只是她也没有其他办法了。 柳十亿千里迢迢快马加鞭从江南赶了过来, 还没来得及跟我说上几句话, 就被我带到了宁玉扰院内。 没救了, 不过若是好好调理, 还能再续几个月的命。 听到这话, 宁玉扰灰暗的眼中焕发出了明亮的光彩。 她扑到陆景怀中哽咽开口, 夫君, 妾还能多陪着您几个月, 我好开心。 回到主院, 柳十亿的手指刚搭上我的脉, 就冷下了脸。 宋掌柜, 如果你这么不爱惜自己的身子, 我当初又何必费了那么多功夫? 把你从鬼门关拉回来, 我没有回答, 只是说道, 你现在应该喊我一声陆夫人。 她长叹了口气, 值得吗? 我在江南的那几年, 曾经有一次赶走了几个奴大妻主, 中宝私囊的管事, 结果他们怀恨在心, 寻了杀手想要将我暗中解决掉。 我拼死逃脱, 却也受了极重的伤, 幸好遇到了神医柳十亿, 把我救了回来。 她当时都十分惊讶, 说很少见过我这般坚强的女子, 而我只是笑了笑。 在冰死的那一刻, 我脑子里浮现的是陆景的脸。 我要好好地回去, 嫁给陆景。 我要证明, 说出口的承诺, 会有人把她放在心上。 我脑子里全是过去的回忆, 直到身边的柳十亿 喊了一声陆大人, 我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 陆景走了进来。 她的脸色阴沉, 声音里又有一丝莫名的惶恐, 你们在做什么? 你也病了。 我摇了摇头, 让柳大夫为我把把麦罢了, 并无大碍。 陆景却不可信, 看向柳十亿, 夫人怎么了? 不管我怎么识眼色, 柳十亿还是不卑不亢地说道。 回禀大人, 夫人曾经在江南受过重伤, 如今旧伤发作, 我来为夫人诊治。 陆景没有说话, 那道伤疤, 新婚之夜, 陆景就看到了。 我当时轻描淡写地带过了, 陆景十分心疼, 却也没有追问。 柳十亿走后, 陆景突然开口。 你在江南的那三年, 从来没有跟我说过, 你过得如何。 我的语气十分平静, 你也没有来看过我, 哪怕来一封信。 况且那时候, 你应当正在跟宁预扰狼情窃义, 耳鬓撕磨吧。 这段少年时的感情, 早就变得不再纯粹。 我甚至怀疑, 陆景也不过只是为了当初的承诺, 采取了我。 陆景定未被我的话激怒。 相反, 他像是突然反应过来, 自己这段时间的所作所为, 不仅是在打我的脸, 更是消磨我们之间的感情。 陆景几乎变成了当年那个少年的模样。 每天除了公务, 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陪伴我和岁岁。 我们像往日一起, 一起读书, 下棋, 一起逗弄岁岁玩耍。 而宁预扰那边, 他也只是派了许多人去照顾。 可惜这样的日子并没持续多久, 宁预扰的病突然加重了。 那天晚上, 陆景一言不发, 踏进了我的院中。 他冷冷地看着我, 像是看待一个陌生人。 一张药方单子甩到了我的面前。 宋九九, 你就这么盼着御扰赶紧死吗? 你请来的好大夫开的方子, 上面几乎全是虎狼之药。 我真的没想到, 你居然是这么心如蛇蝎的女人。 我没有。 宋九九, 你连最后一个月都等不及了吗? 他已经快死了, 你为什么还非要难为一个将死之人? 我闭上眼睛, 努力不让自己的手颤抖得太厉害。 我说, 陆景, 你当初可以不娶我的。 我们不是非得走到现在这一步的。 陆景嘴唇动了动, 似乎是想说点什么。 就在这时, 应欲扰的贴身侍女 在外面大声喊着求见陆景。 大人, 您快去看看姨娘吧, 她又昏过去了。 陆景脸色一变, 正欲往外走, 碎碎却咬住了她的衣摆不放。 我记得少年时, 每次我偷偷抱着碎碎跟陆景见面, 陆景要走的时候, 她都摇着尾巴咬住陆景的衣摆, 用那双湿漉漉的眼睛看着她。 我在后面七个半死, 好你个碎碎, 我出去的时候也没见你这般舍不得。 而陆景每次都在蹲下来陪着碎碎再玩一会, 还不忘笑话我。 碎碎不过是在帮她那口是心非的主人罢了。 她眉眼带笑, 满是情意, 久久, 我也舍不得你。 可是这一次, 陆景只是顿了一下, 就毫不犹豫扯出了自己的衣角, 大步走了出去。 柳十一知道此事后, 找到了陆景。 姨娘的病已经没救了, 不破不立, 这张方子再用几日便可起笑。 陆景不耐地摆了摆手, 多谢柳姑娘, 我已经为遇扰另外言请了大夫。 柳十一冷哼一声, 向我道别后, 离开了陆府。 那天之后, 陆景再也没有来看过我, 只是府中人多眼杂, 消息还是源源不断传到我耳中。 陆景不分昼夜陪着宁玉扰。 陆景带着宁玉扰去了寺庙祈福, 那里也是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柳十一走后, 陆景继续请之前的大夫 为宁玉扰诊治, 可也只是勉强吊着。 他的病愈发重了, 以至于陆景抱着他来找我的时候, 我几乎没认出来, 眼前这个行销鼓励之人, 是当初那个柔碗如春水的宁玉扰。 陆景向我提出了一个极其荒唐的请求, 他要我把碎碎给宁玉扰。 我不是要抢姐姐的东西, 姐姐入府前, 我也跟碎碎作伴了很久, 我只想让碎碎陪我最后一段时间, 可以吗? 听到这话, 我直接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陆景, 您把碎碎当什么, 又把我当什么? 陆景自知理亏, 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 你就当可怜可怜欲扰, 他快死了。 不行, 我斩钉截铁道, 他要什么都可以, 他哪怕是要我把主愿让给他都行, 但是碎碎, 不可以, 只不过是一条狗。 陆景急得口不择言, 直到看到我受伤的眼神, 才像是反应过来, 拂袖而去。 我会把碎碎带给玉扰, 他没有多少时间了, 久久, 你是主母, 要识大体。 我强撑着等到陆景走远后, 才跌坐在了地上。 夫人, 您没事吧? 我感觉自己浑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一条狗而已, 不过是一条狗而已, 哈哈哈哈。 我大笑着, 连眼泪都笑了出来。 宋家派人来传话, 要我回去一趟。 后母劈头盖脸, 就是对我一顿训斥, 宋九九。 你居然能让个破落户出身的妾室爬到你的头上。 直接发卖了便是, 我摇了摇头, 他活不了几天了, 我何必多此一举。 后母冷笑一声, 你不是嫁过去之前, 就已经知道有这么个人的存在, 当时为何不直接处置了? 陆景答应过我, 他会处理好此事。 他顿了顿, 上下打亮了我几眼。 倒不愧是姐姐的孩子, 又是个痴情胚子。 男人的情爱, 有这么重要吗? 男人的承诺, 居然也值得相信吗? 恍惚中, 我想起来, 我也问过我娘这个问题。 我爹娘虽然也只是被利益绑在一起, 可我爹偏偏要做个与众不同的人, 他居然对我娘许下了誓言, 他发誓会一辈子对我娘好。 然后, 我娘这些年就看着她一边哄着自己, 一边不断地往府里内心颜色。 我娘快死的时候, 娘的母家 便立刻从带字归中的姑娘里, 安排了一个嫁过来。 毕竟, 稳固两家姻亲才是最重要的。 我爹娶新人的那晚, 我娘躺在床上, 满目七晚。 当时, 她的脸上流下两行青泪。 她说, 久久, 你要寻得一个真心人, 不要像我一样, 不要像我一样。 我懂她的意思, 不要像她一样, 嫁娶皆不由己。 所以, 我拼尽全力争取到了不被送出去当棋子的机会。 更不要像她一样, 爱上一个薄姓, 却又多情之人。 可是我失算了。 也许, 我爹跟我娘许下誓言的那一刻, 她是真心诚意的。 而陆景, 在那一刻, 也是真心的。 陆景到底还是留了一丝底线, 我坚决不同意, 她也没有真的把碎碎带走。 宁玉扰的身子一日比一日坏了下去。 她拖着破败的身子来给我请安。 我冷眼看着, 宁玉娘应该好生修养才是, 我不需要你来给我请安。 宁玉扰一边倾壳, 一边缓缓拜了下来。 夫人, 我的身子已经这样了, 修不修养也没有意义了, 我只是想趁死之前, 再多陪陪大人, 再多实现几个愿望。 夫人, 您是大人心中的明月, 而且只是地上的蒲柳, 我自知无论如何都动摇不了您在大人心中的地位, 可是我快死了。 由于过于激动, 她的脸上出现了两团病态的潮红。 夫人, 我想在死之前, 最后任性一次。 很快我就知晓了那日宁玉扰话里的意思。 宁玉扰被诊出有了身孕, 已经两月有余, 只是她活不成了, 孩子当然也生不下来。 她想在死之前, 做一次陆景名媒正娶的妻子, 而不只是妾室, 哪怕只有一天也好。 陆景的虽然十分为难, 可她还是为了宁玉扰, 来找我了。 若是能有碎碎陪着, 说不定不会这样, 久久, 就当我们俩欠她的。 我很爽快地就答应了, 好啊, 她一脸见鬼了的表情看着我, 我继续道。 那就请陆大人, 给我一封修书吧, 这样你就可以把她扶正了。 久久, 你不要闹。 我的内心十分平静, 我没有闹, 陆景, 修了我。 就当我瞎了眼, 看错了人, 就当我曾经付出的一切, 都化作了流水。 我已经不想, 再跟陆景纠缠下去了, 伤人重力, 所以他们绝不可能把我嫁给一个不受宠爱的数字。 除非我能够证明自己的价值, 不仅仅是一个利益交换的物品。 我的父亲对我好歹留有最后一丝温情, 在我以死相逼后, 同意让我去江南, 在盘根错节的关系下站稳脚跟。 这三年, 我展露出的手腕与惊人的经商天赋, 让我不再只是被当作棋子, 更何况, 还有当时已经入朝为官的陆景, 前来求取。 我以为自己苦尽甘来, 我以为我和陆景心意相通, 从此能够和自己心爱之人长相厮守。 可是我算尽了尔虞我诈的人心, 却算不到, 狼心一变。 陆景说, 就一日, 只是做一场戏, 久久, 等他了却心愿, 我再也不会管他的事情。 我还是那句话, 可以, 修了我, 你想做什么都可以。 陆景说什么, 也不愿给我修书, 仿佛这样就能欺骗自己。 他的选择并不会给我带来多么深的伤害。 他当真奉官侠配, 给了宁玉扰一场婚礼。 同一日, 我留下一封和离书, 离开陆府。 那日之后并没有过太久, 宁玉扰就死在了陆景怀中。 这些都是柳十亿在信件中告诉我的。 他还说陆景来江南找过我, 却扑了个空。 他又找到了宋家去, 我爹倒是没有发怒。 陆大人宠妾灭妻, 倒是不怕被御史参拟一本, 不过大人若是能在金岁黄商财选中, 助我宋家一臂之力, 我就可以对外宣告, 你和久久氏自愿合理。 到最后, 陆景甚至还找到了柳十亿, 固执地认为我走的时候, 一定告诉了他我的去向。 我确实告诉他了, 可是柳十亿不愿意这么轻易放过他。 他把我在江南的那三年受得苦, 事无巨细, 一点一滴都掰碎了, 讲给陆景听。 久久刚过去的时候, 下面没有人扶他, 宋家其他人更不是冷嘲热讽, 就是给他十半子, 久久几乎每日都只能睡一两个时辰, 这还不算什么, 陆大人也是在勾心斗角的环境里长大的, 各种阴损招数想必见过不少, 不用我多言吧。 他一直以为我在江南那种富庶地方, 依旧过着好日子。 每多知道一点真实情况, 陆景就越崩溃一分。 他听到我被劫匪绑架, 拼死逃脱, 心口却中了一刀, 差点没命。 久久他昏迷的时候, 都在喊你的名字。 六十一说, 陆大人, 少在这里自欺欺人了, 这些事情您但凡上点信, 也不是查不出来, 您不过是已经被那性命的女人, 温柔小意迷了眼罢了, 若是久久还能回来, 就娶了她。 一诺千金也是一段佳话, 若是久久不回来了, 哼。 而我知道这一切后, 心中并不觉得快意。 事不过三, 三道誓言, 一层层摧毁了我对陆景最后的信任与爱意。 陆景最终还是找到了我, 毕竟能从一个数字混到如今的地位, 它还是很有手段的。 那日我刚走到门口, 一个雪白的身影就朝我扑了过来, 发出哼哼唧唧的叫声, 围着我打转。 是碎碎。 我一抬头, 就看见陆景站在不远处, 正冷地看着我。 久久, 她的声音嘶哑, 像是许久没开口过一般。 陆大人, 有什么事吗? 久久, 跟我回去好不好? 下堂之期, 陆大人何苦再来挽留? 我说完就要往院中走去, 可陆景却抓住我不放, 哀求道。 久久, 我从来没想过跟你合理, 你原谅我好吗? 我定定地看着她, 陆景, 事不过三, 是你承诺过我只爱我一人, 却为了她那般待我, 也是你承诺过我非我不娶, 却要我把正妻之位让给她。 如今她死了, 你又要来找我, 我在你眼里, 就这般下贱吗? 我做的一切都只是因为预扰活不久了, 我只是想着, 等我补偿完她, 等她走了, 我们就可以回到以前一样, 没有宁预扰, 只有我们两个。 我终于笑了出来, 可是一开始, 我们之间就可以没有第三个人的。 陆景啊陆景, 你可当真是深情, 为了领域扰, 就要让我无条件退让, 倘若她拖着一年两年不死, 你又待如何? 不要再为自己的薄姓找借口了, 陆景, 你对不起所有人, 你负了领域扰, 也负了我。 迟来的深情比草剑, 不论是对我, 还是对领域扰来说, 陆景, 人心一变, 其实我早就看清楚了, 你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少年郎了, 我甘心为了能嫁给你付出我的一切, 哪怕最终没有结果, 我也没后悔过。 可是你不该, 你不该那么轻易就给了我承诺, 却又如此轻易地违背它, 感情里没有两全其美的好事。 你已经弥补了领域扰, 倒也不用想着如何弥补我, 我不需要。 陆景, 我已经不爱你了。 陆景把碎碎留给了我, 赶回了京城。 宋家倒是也派人带来了信, 让我见好就收, 若是真遭了陆景厌弃, 后悔就晚了。 我看完后, 直接把他凑进烛火烧掉了。 后来, 见我油盐不尽, 宋家倒是急了, 只可惜没等他们有什么动作, 就被陆景警告了。 他又给我寄来了信, 一字一句, 极尽温柔。 久久放心, 你现在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保证不会再有人打扰到你。 话是这么说, 他却告了假, 借着来看碎碎的油头, 又找来了。 陆景见到我的时候, 我正从马背上下来。 旁边有个高大的一族少年, 紧紧盯着我的一举一动, 生怕我摔了, 又不敢上手触碰到我。 我的双脚刚碰到草地, 就看到碎碎围着陆景撒欢, 而他站在那里死死盯着我, 和我旁边的人。 姐姐, 那个人, 你认识? 陆景瘦了很多, 几乎撑不起来身上的衣服, 脸色苍白, 像是生过一场大病一般。 我对着陆景笑了笑, 你说的不会再有人打扰我, 原来不包括陆大人自己啊。 陆景红了眼眶, 久久跟我回去。 我不能没有你, 你说事不过三, 可是, 可是才两次, 我还有一次机会对吗? 久久, 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她的声音已经激进哽咽, 我凝视着她有些瘦削的面容, 我记得我跟你说过, 我爹和我娘的故事。 陆景愣住了, 她像是突然记起了什么 让她感到恐惧的回忆, 眼中满是痛楚与悔恨。 因为那时, 她信誓旦旦抓着我的手说, 久久, 你是了解我的, 我陆景绝不会做出这种事。 那才是最初, 陆景对我许下的第一个誓言。 塞外的风呼笑着刮过, 几乎要把我的声音掩盖住。 我说, 陆景, 你不要再做没有意义的事了, 我们再无可能。 两久, 我听到陆景嘶哑着声音说, 好。 陆景走后, 我又翻身上了马, 碎碎跟在后面一路狂奔, 追不上我急得哼哼直叫。 一族少年爽朗笑着, 一把将碎碎捞起抱在怀中, 驾着另一匹马, 追在了我身后。 此刻驰骋在无限大的天地之中, 我又想起了后母问我的那句话, 男人的情爱, 有这么重要吗? 男人的承诺, 居然也值得相信吗? 其实都不重要。 我应当为了自己而活, 而不是把幸福寄托在他人身上, 以此来证明。 我的一生绝不会重蹈覆辙。 又过了几年, 我倒是去了一趟江南, 柳石屹收养了一名被丢弃的女婴, 为她大办了一场生辰宴, 请我去参加。 宾客散尽后, 她闲话家常班跟我提起, 幸好你跟那个姓陆的合离了, 我倒是没想到她能做出来这么疯的事, 居然真拿了把匕首捅了自己, 幸好捅歪了给救了回来, 不过也是元气大伤。 我想到陆景第二次来找我的时候, 她那过分消瘦的体型。 柳石屹说, 陆景辞关了, 不过就算她不主动请辞, 郑敌也因宁玉扰仪式狠狠参了她一本, 而我爹因为陆景不愿给她开方便之门, 更是在其中添油加醋。 陆景辞关后, 去了江南, 听说现在学了个学堂做教书先生, 不过这一切也跟我没有关系了。 离开柳石屹住处的时候, 一个顽童不小心撞在了我的身上。 他有些惊慌, 搅着手指, 此时一个温和的声音传来。 阮衡, 我之前是怎么教你的, 快向这位姑娘赔礼道歉。 我抬起头, 和陆景双目对视。 短短几年, 他愈发消瘦, 并边甚至染上了一缕霜白, 只有脸上还有几分当年 风神俊朗叹花狼的影子。 他看到我。 本来平静无波的眼神, 骤然亮了起来, 谋中情绪复杂, 可他却站在原地没有动。 幼童磕磕巴巴向我陪礼, 我对他笑了笑, 继续往前走去, 和路景擦肩而过。 直指末路。 故事二, 北狄范鞭身为武将的爹 抓住机会, 情止出征了。 而此时, 我娘挺着即将的临盆的大肚子, 在屋里急得乱转, 私心里, 她肯定是不愿我爹这个时候离开的。 可爹说, 家国大义面前, 她则无旁贷。 娘也知圣命难为, 只好含泪送她离开。 我爹走后, 娘动了胎气就早产了。 而同一天, 祖母带人闯进我的院子, 捂着我的口鼻把我带走。 那帕子上应是放了迷药, 我顿时失去了所有力气, 亦是也陷入了黑暗之中。 再醒来, 我就置身在一个贴满洗字的房间里。 我不是无知少女, 自然知道这是婚房。 我心里焦急娘的状况, 拉开房门, 却被两个武功不弱的丫鬟拦住了去路。 与他们过了几招, 我就觉得浑身无力, 想来那药小还在。 我只好气喘吁吁地停下, 阻止他们, 停。 他们立即收手, 两人一左一右架着我, 少夫人还是回去休息得好。 我心里焦急, 也顾不到那么多了, 直接问, 两位好姐姐。 你们总要告诉我这是哪里吧? 他们两人对视一眼, 看着我, 反正少夫人迟早会知道, 告诉你也无妨。 这是护国大将军府周家, 您如今是我们家大公子的妻子。 什么? 我睡一觉就成别人媳妇了。 等等护国大将军周家, 你们大公子不是失踪了吗? 怎么还能娶妻? 我们老夫人因着大公子失踪快不行了, 护国四方丈说冲喜有用。 那个圆脸姑娘小心翼翼地看我一眼, 不是我们周家强迫您, 是您祖母硬塞过来的。 我欲哭无泪, 那个你看名分已定, 冲喜已成, 我不耍赖, 但是今日我娘临产, 两位姐姐行性好, 能不能放我回去看看? 我们不能做主, 得请示夫人。 我见她们有所松动, 赶紧摆摆手, 那快去请示, 人命关天, 求你们了。 主要我怕祭祖母动手脚, 娘在我之后不是没怀过, 可每次都意外流产了, 种种迹象都表明是她干的, 可祖父在的时候护着她。 好不容易熬死了祖父, 我娘这才敢怀孕。 而且这一次, 我爹可是严防死守, 好不容易保住的。 没想到这临门一脚, 她去了战场, 我又被祭祖母算计, 我娘那边, 她定也有安排, 只希望爹留的人能靠谱些吧。 如今, 我也只能默默祈祷了。 那个圆脸的走了, 我跟留下的这个丫头闲聊了几句, 知道圆脸的姑娘叫圆盘, 留下的这个叫方盘, 他们都是大公子院里的丫鬟, 武艺也是大公子教的, 他一直在夸周大公子周青灵, 就差把他说成天上有地下无的珍宝了。 好在圆盘来得及时, 否则我真的要被他碎碎念得翻脸了。 圆盘愧疚地说, 夫人不同意, 她说冲洗得过了今夜才算成。 怎么这样? 我失望地垂下头, 那怎么办? 我娘和孩子等不得呀。 夫人让我去一趟, 圆盘握住我的手, 少夫人放心, 我定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了我们大公子的岳母。 说着, 圆盘一个纵身上了院墙, 很快在我们面前消失在夜色里, 这一夜注定无眠。 我翻来覆去直熬到天亮, 圆盘才满脸疲惫地回来。 我跳起来问她, 如何了? 少夫人放心, 亲家太太母子平安。 我闻言松了口气, 整个人放松了下来。 来, 梳妆吧, 我去敬茶, 既然靠自己逃不出去, 只能当面请求这便宜婆婆放行了。 好在, 周夫人也不是不讲理的, 我敬了茶, 得了礼物, 跟她讲明了缘由, 就让我走了。 不过得让圆盘和方盘陪着。 晚上也得回来住。 我想想也好, 如今家里不知是何光景, 我院里的丫鬟定是不能用了, 一时间没人可用, 不如带他们两回去做个帮手。 我回到家中, 门房竟然想拦我, 我也没自己动手, 直接放圆盘和方盘。 一路上, 我披荆斩棘总算是到了娘的院子。 我一踏进屋, 见娘抱着孩子落着泪, 嘴里喊着, 我的火。 我眼眶一下子红了, 之前娘怀着弟弟, 我还总担心娘不爱我了。 现在, 我才知道我娘竟如此舍不得我。 娘, 我回来了。 我冲过去, 抱住他们。 娘赶紧看着我, 你回来了, 将军府尽肯放你回来。 娘, 将军夫人通情达理, 知道您刚临盆, 自是须帮手, 就同意我回来了。 我娘眼眶通红, 眼里不满血丝, 委屈你了, 娘现在就去同将军夫人说这门婚事作罢。 说着, 她就要掀被子下地。 我伸手拦住她, 娘, 不用了, 如今爹爹在打仗, 我们说不定还有仰仗将军府的地方, 还是不要轻易得罪。 可你怎么能嫁去守寡呀? 说着, 娘又抹起了泪。 娘, 不碍事, 如今我才十三岁, 嫁不嫁人都无所谓, 将军府的主子各个和善, 对我也不错, 女儿觉得挺好的。 您别哭。 现在还在坐月子呢? 我劝慰着娘, 再说了, 周大公子只是失踪, 又不是没了, 说不定过几年她回来了, 本姑娘还能剪个漏呢? 谁不知道周大公子长得好看, 文武双全, 还是陛下最信任的臣子, 想嫁给他的女子多不胜数。 要不是她失踪, 周老夫人要冲喜, 哪能轮得到我呀? 您现在还是养好身体, 把弟弟保护好, 还有祭祖母那边不得不防。 我娘闻言, 眼里迸发出恨意, 你说得对, 这一次我绝不饶她。 她擦干眼泪, 让贴身摸摸临世, 把孩子抱去喂奶。 随后, 她拉着我的手, 娘在坐月子, 不方便行事, 但是娘一天都不能留她了。 您打算怎么做? 哼, 咱们不用做什么, 只需推波助澜一番。 说着, 娘对我耳语几句, 我眼前一亮, 点点头, 您放心, 女儿定然帮您做好。 我与娘商议好对策, 就从屋里出来了, 帮娘关好门。 姑娘, 圆盘先换我。 对啊, 有这两人在, 不用白不用。 圆盘, 你帮我去承西找一个人。 我赴耳过去, 就说, 圆盘抱拳, 奴婢定办好。 我从胸口掏出一个大红包, 从里面抽出一张塞给它, 这是经费, 多的就赏你了。 是, 圆盘满脸兴奋, 带着钱走了。 我眼角余光, 瞄到方盘眼里, 闪过可惜, 勾唇笑了。 叫你不积极, 非要你求着给姑奶奶办事不可, 之前问几句, 就绕着你家公子, 跟我打马虎眼。 看姑奶奶用钱砸你好姐妹, 叫你看得这摸不着, 我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往继祖母的擅堂走去。 一院子的下人看见我都愣住了, 大概没想到我成婚第二日就回家了。 等他们反应过来时, 我已经踏进中堂, 怎么, 继祖母有什么大喜事这么高兴, 说出来给孙女听听。 屋里说说笑笑的众人都尽了声, 一屋子亲人, 二婶三婶哄得继祖母开怀, 无非就是拿我们母女做法子, 知道我们不得她待见。 继祖母指着我, 你, 你怎么回来了? 祖母, 我只是嫁个人, 又不是被卖了, 为何不能回来? 我走过去特地挨着她坐, 说起来, 我还要感谢您帮我找个那么好的夫婿。 是吗? 继祖母尴尬地笑笑, 可不是公婆孝顺, 小叔小姑都和善, 除了丈夫失踪之外。 我说完, 一屋子的人不敢说话, 不过没关系, 我才十三岁就当去将军府镀层金, 将来就是守寡不嫁, 也不会过得差, 毕竟是周大公子一双, 只要我守住了, 我将是史上最年轻的告命夫人, 也不一定。 是啊, 要不说还是娘有眼光会张罗呢? 二婶道, 三婶符合, 不错, 我们还真学不来娘的能耐, 不愧是沈家的当家主母。 呵呵, 继祖母一直霸着管家权不放手, 否则我们娘俩 也不会被这么轻易地算计去。 不过今日, 我来这里, 管家权不是我的目的。 祖母, 无事不登三宝殿, 今日我是来要回我娘的嫁妆。 我笑咪咪地说, 在场众人都住了口, 止住了笑。 祭祖母更是拉下了脸, 你娘嫁到林家, 嫁妆自然就是林家的, 凭什么要回去? 祖母说笑话呢, 女子的嫁妆那是女子的傍身之物, 与婆嫁有何关系, 不能因为给宫中用了这么些年, 就真成林家的财产了。 以前您说, 我娘生了个我这个赔钱货, 那些东西不肯还回来, 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就算了。 如今, 我娘生了弟弟, 那我娘的东西自然是要要回去的, 毕竟爹娘后继有人, 我爹娘的财产自然不能便宜了外人。 你说谁是外人呢? 二审三审激动道, 我们也是林家人, 林家的产业就得有我们一份。 那你们分林家的去, 我娘的嫁妆可轮不到你们分。 我接过圆盘递过来的册子, 这是我娘的嫁妆单子, 您今日不归还, 就别怪孙女不念骨肉亲情。 哎呀, 我怎么忘了, 您与孙女可没有血缘关系, 这后娘抢原配儿媳的嫁妆, 手身那么长, 您经营多年的好后娘的形象, 可就要毁于一旦了。 我捂住嘴, 痴痴地笑起来, 那你让你娘亲自来要, 再怎么样, 也轮不到你一个出嫁女要。 我一拍桌子, 桌子应声而烈, 呵呵, 记祖母, 您别忘了, 我如今是将军府的儿媳, 您不归还, 我只要去衙门走一趟, 您说顺天府隐向着谁。 你, 她气得拿手指着我, 说不出话来。 我推开她手指, 站起身, 我回将军府了, 明日我来的时候, 看不到嫁妆进我娘的院子, 我定会报官。 回到将军府, 我就听说周老夫人竟然真的醒来了。 方盘高兴得不行, 少夫人, 您要不要去看看老夫人? 不要吧, 她刚醒, 我去会不会打扰? 应当不会, 老夫人最喜欢大公子, 看见您指不定多高兴呢。 啊, 我又没让失踪的大公子回家, 她高兴个鬼。 爱屋即屋吧, 冲着您这个时候嫁进来, 老夫人都会高看您一眼的。 在这府里得老夫人庇佑, 您的日子会好过很多。 我思考了一会儿, 还是明天去。 今日应付了个老太婆, 这情绪还没缓过来, 我怕自己情绪转换不加。 睡觉前, 圆盘回来了, 少夫人都办好了。 辛苦了, 快去洗洗睡吧。 我打了个哈欠, 也上床睡了, 就等她呢。 一日, 我一大早就去给周老夫人请安。 周老夫人看起来很慈祥, 拉着我的手直呼好孩子, 还把手腕上的一对玉琢撸给我。 我本不想要, 可她说, 长者自不可辞。 我倒是不好拒绝了, 本来一切都很愉快, 如果没有那个站在老夫人旁边的姑娘搅和的话, 我会更愉快。 方盘提醒我, 那是老夫人的娘家侄女刘文西, 她一直想嫁给大公子。 哦, 原来是情敌呀。 我看她眼里藏不住的恶意, 撇撇嘴。 这种女人也不过是牧墙罢了, 哪里是真心喜爱周大公子啊? 否则, 为啥她不嫁给周大公子为老夫人冲喜? 这是多好的机会呀, 可她却不抓住。 为什么, 还不是怕守寡? 如今倒好, 见我嫁进来了, 又极度不甘了, 真是不可理喻。 从老夫人那里出来, 我又去周夫人那里打了声招呼, 就坐马车, 又回到林家。 一大早, 娘院子里摆满了她的嫁妆, 我进屋抱了会儿弟弟。 与娘一起吃了早餐, 就带着林嬷嬷一起清点, 顺便登记造册。 这一清点不得了, 好些名画古丸是假货。 我气得直揉额头, 大姑娘, 这还能找回来吗? 林嬷嬷扶额, 肯定能。 我肯定道, 这么多流入市场, 不会没有任何风声, 再说林家还没到 要变卖家产的地步。 我把那几箱假货 单独放在一边, 等一切都整理好。 我带着册子和账本, 雇了八个身强体壮的护卫 抬着那几箱东西 往善堂而去。 我看着头上的扁额, 嘲讽地笑了。 就他这说是蛇哭还查不多, 还好意思叫善堂。 我把帐策和这些名画古丸的帐策 啪的一声甩在他面前, 抬起一只脚踩在 祭祖母坐着的矮榻上。 后来, 在我与好好与你商量的时候, 你耍花样不领情, 那么就别怪我不客气。 你, 你想做什么? 我淡笑不达, 一挥手, 八个壮汉进院子到处搜。 我则仔细看着祭祖母的表情, 发现他还挺淡定的, 似乎一点也不担心, 事出反常必有妖。 果然, 搜出来了一小箱子不是很值钱的, 最贵的那几张画不见了。 我们一起眼睛, 掐着他的下巴, 凑近他的耳边说了两个名字。 他瞪大眼睛, 你怎么知道? 呵呵, 我笑了一声, 看来是真的, 那就好办了。 我朝他伸手, 交出来吧。 祭祖母脸上的肉抖了抖, 扣动小他下面的一个暗扣, 小他反转了起来, 里面不仅有那几幅画, 还有两箱金子, 四五个小匣子。 我笑了起来, 您说说您, 本来这些年铺子的收益, 我不想要的, 这不您自己送给我, 我也没办法。 我一个眼神, 那些壮汉一拥而上, 把东西全都搬了。 祭祖母被挤了坐在地上, 拍着大腿哭喊, 丧良心啊, 不笑啊, 抢我一个老婆子的提己啊。 您别说笑了, 这些提己是哪来的, 大家心知肚明, 您要是不贪那几幅画, 也不至于啥也不剩。 我环顾一圈啥也不剩的善堂, 满意地点点头, 主打一个咽过拔毛, 不错。 屋里只剩祭祖母主仆, 我冷着脸说, 今日之事, 无论谁传出去, 我都会算在你们头上, 到时候, 祭祖母还能不能保住命, 我也就说不准了。 祭祖母的哭嚎, 一下子停了。 不错, 看来您还是想活命的。 我转身离去。 娘, 嫁妆都拿回来, 不过您现在坐月子, 还是让林嬷嬷管着, 等您出月子再仔细看。 娘脸色好了不少, 我也放心了, 老家的祖劳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嗯, 不知道你爹如何了。 您放宽心, 我爹如今只是铸扎在那里, 北狄兵的统帅是北狄二皇子的亲舅舅, 如今北狄大皇子谋反, 他直接带兵回北狄大兜池园二皇子了。 那就好, 我娘双手合十, 真是太好了。 我好笑地看着娘神神叨叨的样子, 爹肯定不高兴。 为何, 不打仗, 他还不高兴? 我娘不解道。 不打仗就没有战功, 他这次去就是白去了。 那我只要我相公平安, 反正没战功, 我们也能过得很滋润。 我娘红着脸说, 还是得看陛下的意思。 我醋眉, 不知道陛下什么意思, 女儿想办法在将军府打听一番, 那边肯定消息比我们灵通。 我见娘有些乏了, 叮嘱了几句好好休息, 就回了将军府。 回院子的路上, 碰到刘文西, 这次她脸上不满得意, 还阴阳怪气地说, 嫁给大表哥又如何, 反正只是个冲喜, 等大表哥一回来, 也就打发了。 大表哥是不会喜欢你的。 我好笑地看着她, 盲婚雅架, 哪一对夫妻是靠喜欢长久的? 再说了, 表妹跟夫君自小相识, 可夫君还是未娶你, 那么夫君也必定是不喜欢你的。 五十不孝百步, 有什么好得意的? 我越过她就准备离开。 大表哥喜欢的是刘月郡主, 你没希望? 我脚不顿了一下, 然后快不离开。 姑奶奶才十三岁, 什么情啊, 爱得真的没兴趣啊。 可是我还是忍不住好奇, 问方盘, 刘月郡主又是谁? 她是大公子的师妹, 两人青梅竹马长大, 大公子也就在刘月郡主面前才会笑。 哦, 但是大公子应该是把郡主当妹妹, 方盘小心翼翼地偷娶我, 管她什么心思, 只要没与我合理, 其他人都只能眼馋。 她想娶刘月郡主, 就得先放我自由, 否则别怪我棒打鸳鸯。 对了, 总觉得今日发生了什么事, 你去打听一下。 圆盘又出去了, 方盘伺候我泡了个澡, 爬上床准备休息时。 圆盘红光满面地跑进来, 少夫人, 今日大公子有消息了, 听说马上就要进京了。 啊, 夫人还说明日还能陪您回门子呢。 啊, 我猛地坐起来, 这么邪门, 可是我是给老夫人冲喜, 这失踪大半年的人也给冲回来了。 是啊, 少夫人福星高照, 夫人说了明日定要被厚礼, 让您带回去, 感谢林家生了您。 这就不用了吧, 既然人回来了, 我是不是可以要个和离书? 这么想着。 我倒头睡着了, 我才十三岁, 我才不信周大公子会同意这门婚事呢。 之前不过是看不惯刘文汐得意罢了。 自时刚过, 周府却灯火通明, 我的院子也突然热闹了起来。 我迷迷糊糊坐起来, 圆盘怎么了? 大公子回来了。 圆盘高兴地说, 要不要给您梳洗一下, 去前厅见见大公子。 我瞬间清醒, 身体一僵, 还是别了, 我正长身体呢, 不能熬夜。 我倒头蒙着被子逼自己睡觉, 就快睡着的时候, 隐约听到下人行礼请安的声音。 不过人没进我屋, 我就彻底放松下来睡了过去。 一日, 我收拾整齐, 一出来, 就看见一个披散着长发的男子 使着纯白色中医在院里打拳。 他身体转过来的时候, 我与他四目相对, 眨眨眼。 怪不得那么多姑娘前赴后继, 原来长得这么好。 本来我以为比我大八岁的老男人 能好看到哪去, 我怎么可能会看得上? 可不得不说, 我看见那张脸还是有些心动。 不过, 也就是欣赏罢了, 我现在对男人好像还不会脸红心跳的样子。 我蹲身行了礼, 就去前院请安。 娘子, 我陪你去。 她走进屋, 我闻言满脸惊恐, 什么情况就这么自然地接受了。 我摸摸脸上的婴儿肥, 就这样成别人娘子了。 这一刻我完全没想过和离的事。 等我被她牵着去请了安, 又上了马车回到娘家, 我都觉得这一切好不真实。 之前, 可能没这个人, 哪怕一觉醒来变成冲喜新娘, 我并没觉得有什么。 可现在实实在在有个夫君, 我还是很不习惯, 觉得哪哪都不对劲。 娘却高兴了, 真是太好了, 女婿能回来, 你不用守寡, 女儿就放心了。 她那么好, 您不觉得不般配吗? 大一点好, 疼人, 这么好的女婿, 你可得对人家好点。 好在呢, 您不就看人家长得好点吗? 我娘竟害羞了起来, 哎呀, 总之丈母娘看女婿, 总是越看越顺眼的。 严控的世界达成, 我即被祭祖母无偿送人后, 我娘又因美色不要我了。 不说这个, 祖老来了吗? 我赶紧转移话题, 来了, 今日到了。 行, 分家是不可能, 爹不在, 可闹还是要闹的。 于是我一看见老家的叔公, 就拿帕子哭了起来。 林叔公自小喜欢我, 好孩子, 受了什么委屈? 你说, 叔公, 祖母在我娘生孩子的当口, 用药迷晕我把我送去周家冲喜啊。 什么竟有这种事? 我边哭边说, 您知道, 爹娘子嗣不疯, 好容易留下这个弟弟, 就这他也不想让我娘好好生下来啊。 祖老一拍桌子, 岂有此理, 竟然害林家子死。 嗯, 我娘这些年, 被他害死好几个孩子, 那时候祖父在护着他, 这个是我爹千房万房留下的。 我知道是我的存在让他痴心, 我愿意一死换我弟弟活着。 没事, 这是叔公给你做主。 许是人呢? 祭祖母叫许金花, 圆盘去请祭祖母去。 可祭祖母没请来, 反而祠堂方向传来尖叫声。 我们齐齐打了个机灵, 往祠堂跑去。 怎么办啊? 这是那死丫头的人。 祭祖母的声音从里面传来。 祠堂大门紧闭着, 里面传来一道男声。 金花, 这人已经被我打晕了, 咱们逃走吧。 要是被大姑娘知道, 这府里肯定没有你立足之地了。 不如咱们把手里能拿的钱财 拿着远走高飞。 祭祖母显然不愿, 不行, 我不能把林家就这么让给他们。 你把这个丫头杀了, 就谁也不知道。 谁会想到我跟你在祠堂偷欢, 你也不准说出去, 否则我照样能收拾你。 祖老听不下去了, 冲上去推开祠堂门, 够了, 你这个贱妇, 来人, 给我带走。 我冲进去抱起圆盘, 快来看看圆盘怎么了。 周泽玉从怀里掏出一个瓷瓶, 拔了筛子, 给他闻了闻。 圆盘缓缓醒来, 少夫人, 他起身站直, 你有武艺, 如何会中招? 都是奴婢大义了, 奴婢本是要叫老夫人的, 谁知看见他鬼鬼祟祟出门, 嬷嬷都没带, 奴婢就跟了上去, 谁知看见那脏事。 奴婢想阻止, 没想到那个男人撒了一把药粉, 奴婢就倒下了。 我抱着他哭了起来, 幸好你叫了一声, 否则就死了。 没事的, 奴婢以后小心一点就是了。 祖老临走时, 把许氏带走了。 祖老说把他带走休了, 送回许家。 许家可不是好人家, 继祖母没出嫁前, 就是许家的老奴才, 他家极其重男轻女。 现在又说许家姥姥大当家, 继祖母回去不死, 也要受尽搓磨。 这一局完胜, 幸好我娘早知道他养拼头的事, 于是我让圆盘做了个局, 彻底把他扳倒。 祖老走后, 我跟周泽玉提了和礼, 我们两不合适, 门不当户不对, 还相差那么大岁数。 如今娘在坐月子, 林家没人主持大局, 我也不能回周家。 您看能不能给我一纸和离书。 周泽玉皱眉, 不行, 婚姻不是儿戏。 所以我更不能就这么犀利糊涂地跟了你啊, 连堂都没拜。 周泽玉无奈, 我同意你在林家待着, 给你时间, 如果三年后, 你还是不想跟我过日子, 我们就合理。 我想想, 好吧, 就这么说定。 不管了, 先争取自己留在林家守住家业再说, 其他事再徐徐途之。 我不信他都了, 还能等那么久。 只是我没想到, 这男人是个认死里的, 还固执, 缠上我了。 猎女怕缠狼, 大概我就是那个猎女吧。 三年后, 爹凯璇, 我嫁人, 这一次算是两情相悦, 成婚的时候, 就多了一些说不清到不明的感觉。 这一次, 我才有一种嫁给京城第一美男的真实感。